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LineaseShell编程语实验 今天我们学习第三节课 Shell程序中的运算和比较操作 今天我们主要讲Test的比较操作 好,Test的比较操作是这样的 然后在LineaseShell编程里面 我们经常会遇到比较两个值的大小 对不对 然后比较两个北达式 是不是一样 是哪个大或哪个小 对不对 然后呢,也会遇到两个斯福串 进行一个比较 比如说看你两个斯福串是不相等 对不对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Shell编程里面 我们主要用Test的命令 进行两个值的比较 如果说比较成功 它会返回0 否则的话,不成功的话 它会返回非0 然后常用的比较方法呢 有这几种 第一个是整数类型的比较 整数类型的比较 这适合于整数 只有整数 整数类型 第二个是斯福串比较 那么这只是适合于斯福串类型 然后是逻辑 逻辑比较 那么只要是与 逻辑与 逻辑或逻辑非 这三种类型 然后最后一种就是文件比较 就是判断文件 文件类型的比较 比如说判断文件一个是否存在 这个文件是目录文件 还是普通文件 就这样的 然后讲一下泰特命的语法 泰特命的语法是这样的 然后首先第一个是test 然后后面跟 比较式的值 然后value1 然后gooption option是选项 比较 比如说是大于 大于还是小于 还是等于 然后y的2 这是第二个值 好 这个比较结果是两种 要么返回0 要么返回非0 当这个比较成功的时候 会返回这个返回值 返回值为0 那么如果比较不成功的话 它返回值非0 这个地方主要用于判断操作 就是以后我们学习这个 条件判断的时候呢 比如说if else的判断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比较的结果 是非常有用的 好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整数比较 然后那个test的整数比较方法 有这几种 有大于 大于 小于 大于的话用是gt 杠gt 就是大于 然后小于表示 用小于 小下来 杠lt l表示漏的意思 对不对 就低于等 低于 就是低于的意思 然后大于等于呢 就是杠ge e表示等于 然后小于等于 那么就是杠le 然后等于是杠eq 然后不等于呢 就是杠ne 然后这几个 后来这几个运算的符号 大家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掌握 这个地方和我们C远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掌握 熟练掌握 好 第二部分我们进行这个test的整数比较方式的演练 首先看脚本 看test int sh 看这样一个脚本 这个脚本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是test的整数比较方式的熟练演练 首先我们定义四个变量 a等于100 b等于200 c等于100 然后d等于300 首先输出这四个变量的值 eq-e a到了a-t b冒号 然后到了b-t 就是c 就是d 对不对 好 刚才我们今天一讲过 这-e是什么意思 钢-e是不是要输出再转移的字符 钢-t是水平质表符 就t表符 这时候我们要转移 这地方需要大家要复习一下 预计 复习一下 这地方以前讲过的地方 好 听一个大语的比较 test 然后变量名 两个变量名 然后中间的选项是钢-t 钢-t 是什么意思 大语是不是 对不对 说 好 比较这个值 如果这个返回值 如果是比较成功 那么 那返回值是不是为0 如果比较成功的返回值为0 好 判断 如果上一个结果 比较的返回值是0 那么等于0 那么好 输出b大于a 否则b小于a 我们看一下吧 这地方 b是不是200 a等于100 是不是 那么这个刀的b 是不是大于刀的a 那是肯定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是不是 是不是成功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输出这个b大于a 那么b本来就大于a 对不对 好 这是大于比较 然后大于等于比较 我们来看一下 大于等于比较 然后语法中写的 test到了b-g1e b1c1e 等于比较 等于这个意思 大于等于 对不对 好 判断出 如果它反过值是不是0 对不对 比较成功反过0 对不对 好 那么我输出b大于a 对不对 然后等于比较 c的话 我们看一下 c的值是100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刀的c的话 刀的c值是100 100是不等于100 那么比较成功 反过值为0 那么就输出 c等于100 好 不等于比较 是-ne 语法 test到了d d的边缘的值 -ne 表示不等于 d等于多少 看一下 d是300 是不是 好 我们看一下 d等于300 那么d300 肯定是不等于400 对不对 肯定不等于400 那么在反过值上 是0 是不是 好 那么0等于0 z echo d不等于400 好 这个结果就输出完了 好 我们看一下脚本 到服务师上看下这个脚本的执行结果 重新连一下 图起 cd 对比较量输出 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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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出的对比较量的值 然后呢 再进行大于比较 大于或等于比较 等于比较 然后不等于比较 对不对 好 我们进行这样子 进行这教育 看一下收入结果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输出结果 对不对 B大于A 对不对 B是200 A是100 那么肯定B大于A 对不对 然后 D不等于400 对不对 D是300 肯定是不等于400 输出出来了 那C是100 那么C等于100 好 这结果就完成了 好 我们看一下 test的整数比较 我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伺服射的比较 test的伺服射比较 然后test的伺服射比较 有它几种类型 第一个是测试空伺服射 就是测试空伺服射 伺服射的长度 是不是为0 如果是0的话 那么反回一个 反回一个 反回值为0 比较正常 然后第二个是 测试伺服射的长度 为非0 如果这个伺服射的长度 是非0的话 那么我反回0 对不对 用-A 用-A来表示 然后这个一个伺服射 等于另外一个伺服射 那么怎么写 等于 就是在我们算数预算里面 等于 用这个等于号来表示 如果不等于呢 如果一个伺服射 不等于另外一个伺服射 怎么演算 这个预算符怎么写 是不是不等于 碳号等于 因为碳号等于 来表示 好 下面我们讲一下 test的伺服射 比较方式的演练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脚本 test string s 首先我们进行四个伺服射 STRIE STRI2 STRI3 STRI4 是不是啊 1是ABC STRI1等于STRI 不是ABC 对不对 好 STRI3是123 STRI4是一个空值 是一个空 是不是啊 然后还是同样的方法 我们输出这四个伺服射的值 对不对 杠一啊 杠一表示在转一输出 输出转一 然后判断 长度是否为零 然后test杠一 test杠一 然后如果这个伺服射的长度不为零 那么乘以反位置为零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意思到了问号 -eq0 然后the length of STRI is not zero 我们看一下这个STRI1等了 STRI1是不是这个ABC 它长度是几 是三 是不是 那肯定是不等于零 那么这条件反位置 结果是不是为零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判断这是不是为空 我们看一下 STRI4 STRI4是 STRI4是不是控值 没有任何字符 是不是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下 STRI4的长度 是不是零 是零 对不对 那么这个乘以反位置说 是零 对不对 好 如果是零的话 零等于零 然后输出 这个length 长度是零 是零 对不对 零 然后伺服射等于比较 伺服射等于比较 我们看一下 STRI1 STRI1是ABC STRI2也是ABC 那么这两个数字是不是上通的 是上通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再看看比较方法 怎么比较 TEST STRI1 空格等号 再空格 STRI2 这两个 再比较 那么这个是相等的 对不对 然后再乘以反位置 是零 是不是 好 那是零的话 那么我输出 type STRI1 等于STRI 然后伺服射不等于比较 看一下 最后 STRI1 是不是不等于 STRI3 对不对 STRI1是ABC STRI3是1下3 那么这两个数字 肯定是不等的 那么不等的话 那么它是条件满足 不再反位置为0 好 反位置为0 那么输出 STRI1 不等于STRI3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的伺服射的比较 我们讲完了 我等等伺服射 看一下这个脚本的 这个执行结果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叫登陆我们的服务器 Test Test STRI2 SH 好 看一下 没有4L0 然后输出4L0 然后判断是为长度 判断是为空 判断4L0 是不是相等 然后判断4L0 是不是不等 好 我们只先一次看一下 Test S Test 好 输出4L0 S加1ABC 然后输出是一片质标出货 一直是S加4 S加4是空质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要输出这个结果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S加1ABC 是不是不等于S加3 对不对 这个东西输出不等于 好 这个伺服射的比较 我们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逻辑操作 逻辑操作 我们看一下 Test逻辑操作是这样的 有三种 第一个是逻辑语 用-A表示 逻辑或 用-O表示 逻辑非 用碳号表示 然后我们在这个工作中 经常使用的是逻辑语或逻辑或 逻辑非很少 很少使用 这个我们就不举例了 我们主要看一下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脚本 然后 这个脚本名叫 Test-Logic.sh 然后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变量 叫Base Path 去逻辑 Base Path后面 给一个到了PID 这个 再一个等待于 这一种意思 就是取这个 当前的这个 当前的段级目录 来作为一个 作为变量 复制给这个Base Path 这个变量 好 发内容等于到了0 我们之前讲过的 然后这个Doll 后面跟Doll Doll1 Doll2 后面是不是跟相当于 这个固定的一含义 Doll0表示这个程序名 是不是 对不对 大家应该想起来 应该记起来 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输出这个结果 到了BaseModule 下面 这个Module 下面的 这个文件 鱼或 鱼或非 运算演练 然后手上 进行鱼运算 然后Test Doll Doll键号 Doll键号什么意思 Doll键号是不是 后面这个 这个变量的个数 对不对 比如说 我一个程序名 叫A.S.H 后面 直行的时候 用A.S.H 然后后面 变量1 然后空格变量2 再空格变量3 对不对 那么这个Doll键号 变成3 对不对 就是我变量的 变量个数 就是代表的键号 好 大家应该记起来 这个地方了 好 判断 如果后面 参数的个数 等于1 刚刚A是什么意思 刚刚A是鱼吧 就写的意思 写第一个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它的值是100 好 这两个程序 是不是买到这个鱼的运算 对不对 就输入了 输入了参数个数为1 并且第一个参数的值 为100 这个科学如果成功的话 那么返回0 对不对 好 返回0 如果成功的话 返回0 然后输出 参数个数为1 且算出100 处得的话 不满足鱼运算的输入要求 这是鱼运算 我们再看一下货运算 然后TEST 到了锦号 到了锦号 运算的个数 这个参数的个数 然后如果大于等于1 表示不止一个参数 然后货的说 第一个参数的值 等于100 对不对 如果这程序迈足 那么返回这为0 那么0等于0 那么输出 参数个数大于等于1 或者第一个参数为100 对不对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脚本 好 我用这个脚本 我用这个SH 空格 TEST到这个SH 200 200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参数有几个 两个是不是 好 我们是不是能满足余运算吗 余运算是不难的不了 这是余运算 参数个数是等于1吗 不等于1 是不是 只要一个不满足 那么这 这肯定是不满足的 对不对 那么它输出一个不满足 余运算输入要求 余运算输入要求 就输出了 然后再看第二个成络算 我们刚才看了 这是两个参数 且第一个参数值200 对不对 好 参数个数 输入大于等于1 对满足的是或者是 然后再或者是第一个参数值等于100 那么第二个条件 不满足 但是我们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那么是不是这个潜入值 返回值为0 对不对 是的 好 让我们输出0等于0 那么输出参数个数大于等于1 并且或者第一个参数为100 对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逻辑的这个 余运算 test逻辑的这个余运算和逻辑货运算 这些地方大家需要 一定要需要 一定要掌握起来 在我们那个做脚本的时候 会经常用到这个逻辑鱼 还有这个逻辑货 一个找到它的写法 -A或者-A 还有-O 一定要知道这个地方 最后一个是我们讲一下这个文件测试 文件测试 探索的文件比较方法有很多种 这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文件比较方式 首先第一个是 判断文件存在 并且是一个常规文件 用-F 然后文件不为空 用-S 文件可读用-R 文件可写用-W 文件可运行用-X 文件是一个目录名 -D 文件是一个符号临接 就是用-H 文件名积用一个字符设备 是-C 文件名积用一个快设备 那么它是一个用-B 好 这几个大家需要 需要知道它的这个 运态符是什么样子的 好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文件类型 简单过一下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有哪几类啊 一个是常规文件 常规文件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 普通的文件 比如说 .txt文件 .gopeg5 普遍文件 还有.m .mp3 这种音频文件 判断这种 判断这种 那个常规文件 怎么判断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字符 用过于-的话 如果这个文件 是第一个是横框的话 就是这个常规文件 然后这样是目录文件 判断目录文件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目录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目录文件 然后看到第一个字符 是不是-D D表示Directory 就是目录文件 那字符设备 或快设备文件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字符设备 也是看我们的第一个字符 是不是有C的字符 好 如果是快设备文件的话 怎么看呢 它的第一个字符是B 比如看它属性的话 比如LS-L的时候 LS-L的时候 看一下第一个字符 那属性是不是B 如果说B的话 它是一个快文件 还有一种类型 是那个套接口文件 就套接字文件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Maseco这个套接字文件 它的属性 它第一个是S 那表示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套接口文件 这个地方 还有一种类型文件 是一个符号连接文件 比如说 这个你创业的软连接 对不对 创业的软连接 那么这个文件类型 它第一个字符是L 那表示的是符号连接文件 这个地方 文件类型的话 大家需要这个 一定要消化起来 一定要知道这个文件类型 到底有哪些文件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讲一下 Test的文件 比较方式的演练 好 我们看这个脚本 叫Test-Find-DSH 然后呢 我们手还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变量 Base Path的基础路径 然后执行 PW命令 把这个结果值 返回给Base Path 然后文件名呢 8Nim等于 0 0表示什么意思 是不是表示这个 文件的名称 这脚本的名称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又定义了 另外一个变量文件 叫8Nim.R 等于 双语号内部 点斜杠 NonExist NonExist 这些文件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定义了另外一个目录 叫DRRR 下回车内部 等于 两个双语号 点斜杠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输出这个方法 输出这个 输出这个 输出这个变量 就 输出 这个路径下面呢 这个文件 比较方便利 好 看我们 看我们主要有哪些操作 第一个是 判断这个文件 是不是成功文件 并且它存在 常规文件 并且是 并且为存在 并且还必须存在 好 如果是常规文件 并且还存在的话 那么它反过去为0 那么输出 这个结果 对不对 输出这个文件存在 并且为常规文件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 test-f 发Nim.R 我们刚才看了 我们在服务器上 没有这个文件的 首先是我们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服务器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然后我们 如果用test-f的话 这位是判断文件存在 并且为常规文件 但是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不存在 那么这房位置有多少 那是非0 对不对 非0的话 语言比较 肯定是 肯定是不相等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输出 输出这个文件名 不存在 并且或者是不为常规文件 好 然后判断一个目录 判断一个文件 是否为目录 好 test-d -d 这个地方一定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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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这个文件名 是否为目录 如果是目录的话 它反复之为0 如果不是目录的话 输出它这个文件 这个目录 这个文件不是目录 好 最后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test-r 然后 test-r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 表示的是 这个文件 是不是可读啊 是不是有可读的属性 如果有可读的属性的话 它反复之为0 那么0等于0 那么输出 到了这个文件名 是可读的 否则的输出不可读 然后呢 是test-w w什么意思啊 就是可 可写 wri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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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写 然后如果是可写的话 那么这反复之是0 那么输出 这个文件是writable的 对不对 然后最后一个是 这文件是不是可执行的 是不是带有x属性 如果是 如果是具有可读属性 如果具有这个可执行属性的话 那么它这个反复之为0 那么如果是0等 那么这时候就是0等于0 输出这个文件是可执行的 好 我们登陆服务器看一下这个脚本 好 patch 就是连一下服务器 cd my script patch patch 下号下 发现 开始 看一下脚本 对不对 入境 然后文件名 脚本名字 然后定义了一个变量 就不存在的文件 看一下这个目的下面 是不是有这个文件 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文件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 没有这个文件 目录是不是 好 然后这个有个目录名叫 201507这个目录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目录 201507的目录 是不是有这个目录 看第一种目录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patch patch 想要发现 进一变量 然后进行文件判断操作 是商工文件 并且存在 是目录文件 是可读属性 就有可读属性 就有可写属性 具有可执行属性 好 我们执行一下 看一下 sh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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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读属性 我们看这个是不是有可读属性 我们看一下 看 是不是有可读属性 看一看 是不是可读属性 对不对 然后呢 有可写属性吗 是不是没有可写属性 空是不是 对不对 好 然后再看一下是不是有可执行属性 是不是 是有可执行属性 对这个用户 对这个用户 是不是有可执行属性 是有吧 那么的地方 就输出 就有可执行属性 好 这个角度我们已经看完了 好 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这个就讲完了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作业 客户的作业 有三个作业需要大家也要来 客户来研究一下 第一个是作业是熟练掌握 整数比较 整数比较 字符串比较 还有逻辑比较 以及文件比较的使用场景 这些参数是 这些运算符是怎么使用的 应该大家也来想一想 应该要首先掌握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 比如说判断一个文件是不是存在 判断一个目标是不是存在 这是为什么有这种需求 对不对 为什么有这种需求 第二个是掌握比较操作符的含义 比如说EQ-EQ-GT-LT-A-O-F-D 这些都什么意思 一定要时间掌握 第三个是编写一个程序 创建一个文件或一个目录 判断一个文件是否是 为可图可写可执行的旋线 然后通过CSMOD命令 不断改变文件的权限 来观察程序执行的结果 这三个程序 现在要来客户员给你编写一下 好 今天的课程我们讲完了 好 谢谢大家